非穆斯林的國家,有五萬名人讓穆斯林機會慶祝開展一下 你講一個意思給我聽 美國號稱是民主自由國家,已經有可能五萬名人穆斯林把時代廣場團團包圍 你相信嗎? 美國還號稱是什麼世界種族,什麼民族的種族,長一大堆 我看那機關槍手錄彈都放出來了 台北有五萬人的穆斯林,一次是在台北我知道 不過我覺得那個才太熱,把他移到大正義公園,因為不要輸母,不要被那麼多 所以我跟你講,在每年大概在開災節那天,大安正義公園去看 全部都是穆斯林穿著傳統的那個文章的種族 台北還有一個東西是,台北是亞洲最特別的 同志大有錢 譬如說GBT 那個什麼,Pride Parade 十二萬五千人 你要知道 同志的題目在這次台北的共同沒過 而且是六十幾比三十幾 所以是二比一 同志一禮在台北被recheck 可是 我雖然不是,我投票的時候投反對你 可是我允許十二萬五千人上街遊行 而且那一天就這樣 這樣搞一搞的 十二萬五千人,其中含五千人是從國外來的 你現在看,所以台北是一個很高度榮整的城市 我要跟大家講,自由的基礎是什麼? 榮整 自由的基礎是榮整 當你看著不能榮整,這個國家就沒有自由 所以台北,後來我去西埔看一看 西埔作為全世界創新的基地 其實在整個東亞地區最有可能的 類似像西埔產那種創新產業的就是台北 因為它太自由了 靈魂你知道,自由的靈魂才會把它創新 所以為什麼我們把這個衛生室創新 跟台北的一個產業 特別是不管是產業的發展 因為台北,台灣,我們又沒有石油,又沒有金塊 我們又擁有的就是human resource 可是human resource它可貴的要是在那邊創新 所以衛生室創新你知道,它是我們台北的地方 可是台北雖然是民主自由多遠開發 可是為什麼它以挪威信不是很成功 你知道分界在哪裡 我去史丹摩大學的時候,那個Professor Kippen 他跟我講說,你在台北搞創作不會成功 Venture capital, we know we're successful 你看看,為什麼 我問他,why? 我說你們換一個戰略錯誤 你說你們一直在提高成功率 我說錯! 你說Venture capital,換一個spiral rate, less than 10% 那我都說set up to IPO, less than 2% 也就是說,開50家公司 最後有沒有IPO上市的只有2% 50家要14是9家 所以失敗是常態 他說你們在台灣,你們這個華人的文化 太對失敗,太可憐 這是給我一個新的概念 我問你,其實那個一日雙塔的秘訣 人家說,其實一日雙塔就一天要騎520公里 人家說,你在附會小燈塔開始觸發的時候 你有把握一定可以騎到河南嶺嗎? 我說廢話當然不知道,從來沒騎過就知道 那你說,你先去做一件事情 我問你說,Are you sure you will succeed or course not? 你沒有做完你怎麼知道? 所以老實講,騎那個一日雙塔 跟你講,一日雙塔最痛的地方是什麼? 你不知道前面還有多年 特別是過了那個高雄,開始進入那個恆春半島 奇怪,那個路邊的標示很少 所以你都不想騎到哪裡 你不想要前面還有幾公里會到 所以那個就很通常 所以那個航向不可知的世界是一種很幸福的東西 但是我跟你講,這也是我後來發現的 在跟大家講我的秘密 我為什麼對失敗的忍受度很高 奇怪,我問每天你怎麼罵我? 好像無所謂 我後來發現一個原因 因為我當過17年台大越開個家冥王族的 我每天都看人台進來台出去 所以我有很特殊的人生觀,有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死亡會不會是人生的目的? 不會 但是每一個都會死掉 我問你啦 你出生是為了你要去死掉嗎? 不是 所以死亡不會是人生的目的 所以有一句話很重要 不管成功跟失敗,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所以有一天你對這種成功 所謂世俗的成功失敗 不是那麼在意的時候 你會變得更有的人更有創新 因為失敗已經不再是失敗了 失敗只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你為什麼會把失敗看得這麼 I don't care 所以我最近你知道 以前那些美國人問嘛 他說 這次來好像在華盛頓大一點問題大家會聽 我說My advantage, I don't care My disadvantag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我最大的優點就是I don't care 但是有時候有一點會變得比較任性 他說去菜水在裡 他說啊不行,你要脫衣什麼 我拿隨便 但是我跟大家講 不怕失敗是一種疑惑 台北作為全東洋 民主自由都為開放的地方 可是為什麼台北沒有這樣系統 變成世界的一種威宣身份 一個人答應就是 我們還沒有建立一個不怕失敗的環境 我們那個文化還沒有建立 可是要建立一個不怕失敗的環境 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是 讓每個人開始對世俗的成功失敗 不是如此而在意 你開始把反正發射在你身上的建議 你如果把它當作是你生命當中的一部分 從此 你會變得比較有的感覺 所以這是我看法 你知道嗎 整個市所跟台北的 其實我們都 我們都有很大的歷史 就已經算是全世界最開放的地區 最自由開放的地區 其實台北不敢說全世界的 但應該也是全東亞最自由開放的地區 這是我們的歷史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我們要開始建立一個不怕失敗的環境 我們要建立一個不怕失敗的文化 如果我們可以克服這一點 你知道嗎 我們應該會以防威脅沒有更大的創新能力 這是我們的想法 所以 台北還是台灣最先進的城市 所以 有人在問我說 作為台北市長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覺得在過去四年當中 你對台北市的公務員有什麼樣的改變 他跟大家講 其實我給台北市公務員最大的改變 你知道嗎 我允許他們失敗 現在公務員比較有改變 穿三十年 為什麼 以前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你知道我們2016年 辦那個台北燈見 在那發佛辦 就是說那葫蘆火事件 你大概有意思 就是那個葫蘆火事件就創新了 被媽媽 那2011年要辦那個台北燈見 那個官傳局一個矮個子的科長 他說報告市長 我們想要去西門町辦 我問他到底為什麼 他說我們公務員要創新 我說孩子 我當市長已經兩年了 我第一次聽到有公務員就要創新 你要改什麼都可以 然後就搬到西門町去辦 去西門町辦有沒有risk 當然有 說沒有risk 你在發佛裡面辦多安全 你搬到西門町辦 那個有risk 可是 後來來講他是很成功 後來台灣的燈見都變得比較漂亮 比較好看 但是第一次你知道 你移到一個很不ok的地方 反正講 你要是沒有跟他講 你想幹什麼我支持你 可是這是個文化 你知道 如果他一講 他被你欽一蹲你知道 以後他會再不及 所以你不能一直罵說 公務員都不肯創新 跟武力 他每次有一個idea 你就把他罵一蹲 他怎麼會創新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台北作為台灣最先進的城市 你知道 其實台北的重要爭執就是說 我們要從讓公務員開始勇於創新 改進市 那台北能夠開始進步出去 實際上就要救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在當台北市長當初 你知道 當然 我有一個政策 在三年前推出的時候 也是人都罵 不是我現在 我有把公投為過關 哪一個人 路邊停車的時候 我也 我一開始說 路邊停車的時候 也是每個都罵 那人家說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沒有發綠色人情通道的時候 你就走在馬路中間 因為兩邊都停車 你走在馬路中間的時候 那個摩托車 就把你撞到 有那個綠色人情通道 你走在那個綠色人情通道上面 那就安全動 我單單有畫的理 你知道 我還算過 有做的理 有錢一點比較 車賦少掉 是不是競爭 那這個 所以說還是 所以我們還是要 讓市民可以勇於創新 所以這樣 我那個Niche Niche就是一個 Space for you to survive 創新還是台灣有一個出 各國的信念 為什麼 因為台灣沒有 沒有石油 也沒有金礦 我們只有Human resource 所以創新還是他們可以的出 你看看這個 我記得是2013年 那個Pinko的財報 這個 其實Apple 他把那個 他的商標貼在上面 他賺了多少 58.5% 每百塊他賺掉58塊 那個 全部都是在 鴻海的工廠做的 中國賺1.8塊 所有的IC版都是台灣設計的 賺0.5塊 這表示什麼 施政從那個 微笑曲線 坦白講 做台工補充不了什麼錢 創新才有錢 所以台灣 是這樣 在 創新是還是來回的出路 其實成功回事白生母 這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我如果現在畫一個考驗下去 過去20年 台灣經濟發展不順 成長不成長 原因是什麼 政治人物的標準答案 因為產業蜥蜜 造成他的產業空洞化 如果這個答案是對的話 美國來顧客做全部完蛋 全部搬到墨西哥就好 他也沒有台灣海峽 所以我跟你講 過去20年台灣經濟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有一句話 李柏鼎之後再沒有李柏鼎 這什麼意思 加工朱某去新竹科學園區 那個是李柏鼎 的設計 台灣就是台成功 所以後來一直不肯 離開OEM、ODM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快發現成功為失敗是沒有 你知道什麼 當你成功的時候 你不肯放棄過去成功的模式 所以台灣經濟過去20年真正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產業升級失敗 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因為我們不肯放棄過去那個成功的代工模式 可是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比那個加工出口區 我們拼得過越南、印度 印度 因為那些全部也搞加工出口區 而且那個勞工比你便宜 所以台灣那個工資就被擋住了 所以我們台灣過去20年以來 一開始在新竹科學區很成功 後來就土地成本上漲 工資成本上漲 怎麼辦 就跑到盛政去 叫珠山橋經濟 後來廣州 廣東的那個工資也開始上漲 怎麼辦 就跑到那個昆山 叫長山腳 現在有跑到那個成都去 叫大西南 現在中美大陣就開始跑到雲南去 現在大概是跑到非洲 再好就不曉得去哪裡 所以過去20年台灣經濟有這個困境 我們不肯放棄過去成功的經驗 所以成功為失敗是什麼 人在成功的時候 他不肯放棄過去成功的工資 只好 現在是失敗 所以放掉過去的成功 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以免是在成功的時候 你要把你過去都放掉 所以open your mind 打開你的信念 去看新的努力 這很困難 所以 我如果我去當市長的時候 如果那些工業 我說為什麼你們怎麼保守 他們不一樣 我說他說 其實我可以倒閉 政府不可以倒閉 我說放閉 我說這都可以政黨穩定 那我現在都沒有這個 他說stability 是top one 法院後列體 我說我才不相信 其實我們當時 我後來我當時發現 其實政府保守的藉口 只是為了保守他既有的既得利益階級 你那是把他的既得利益階級 沒有一定 你知道嗎 沒有一定他為了誰的利益 其實政府是可以創新的 所以政府又是有必要提 當作不可以創新的理由 I don't think so 我不太贊成 不過你知道 我剛剛建立一個允許之外的政治環境 這個錯標 所以是這樣 我在台北 你知道 我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再後四年 你知道 台北市達到65歲以上人口 被超過4% 坦白講到現在為止 我還不曉得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在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 老人都不是問題 因為醉點 你知道 Sweden 他達到65歲以上人口 也超過20% 可是醉點 花了130年 才從7%變成20% 台灣只花了30年 台灣因為那個戰後嬰兒潮 加上那個燒死亡 所以你看台灣的人口 結果你看 他不是長那個皮特銘的那個樣子 他是長這樣 所以等到將來那個戰後嬰兒潮 那一代開始要超過 開始接近65歲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口 會瞬間老化 瑞典花了130年 大概65歲 讓人口 大概7%跟20% 他只花了30年 所以老人都不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你倒的太快還是 因為倒太快 所以那個市會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去適用 沒有時間去適用 我問你一個題目 你知道 你知道目前台灣 照顧老人的外島有多少 也知道答案 答案是28萬 我為什麼知道這個數字 因為2017年要辦四大運 為了這個我們去開國安局的回憶 我問他說 台灣被恐攻的危險到底有多少 我說目前台灣牧師的外島有多少 他說有生物證的23萬 沒有生物證的5萬 逃走還5萬 就是後來那個外島 因為薪水太低的老大 逃走 所以沒有生物證 所以台灣目前有生物證的是23萬 沒有生物證還5萬 加起來是28萬 目前台灣人 在2017年台灣 大概65歲這樣人口才16% 16點多 再過4年會變20% 所以如果 care的model沒有改變 4年後 如果要同樣的model 我們照顧老人的外島要超過30萬才夠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講說 坦白講 如果我們有辦法想出一套 15萬的本島取代30萬外島人 照顧老人的系統 第一 GDP馬上上升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外費會流出去 第二 馬上都出外了本島的工作機會 可是 那個model 他怎麼做完沒想出來 所以台北世界有12個 叫石頭當機關 就是我們有12組model在cast 這跟大家講什麼概念 新要要上次要不要做實驗 會化當然要做實驗 新的政治制度上限要不要做實驗 會化當然要做實驗 沒有做還真的不知道 一開始 那個社會局 在做那個 那個叫 社區一小型的那個co-in中心的設計 一開始 這三個保護照顧四個背影 就領導合選四個背影 就做了半年以後 他也跟我講 不行 要四個照顧四個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 三個照顧四個 一個保護外幣錢架 為了兩個要照顧四個 很困難 萬一 可是三個照顧四個 你不見得每一個都收得滿 所以會很多 他們跑的半年 他跟我講說 就那個空間的設計 他空間沒有更多 但是那個會生育 或那個拖額就會更高 所以要說三個照顧四個 改成四個照顧四個 我問你 你沒有做實驗還真的不曉得 後面大家講 新藥上次要不要做實驗 要 那我為什麼新的政治支付上線 不用做實驗 其實是有 可是台灣 從來都不願意去做實驗 你想做個什麼小小 test 一開始罵 又開始罵 又開始罵說什麼 柯文哲 常常講一大堆 可是我們世界裡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 所以 我覺得是這樣 政治 要做小選舉實驗 成功了 就給他推 失敗就收起來 但是要獲得經驗 所以是這樣 我要跟大家講,但是有必要就隨時修正 所以不要幻想一個制度,它可以永遠持有 所以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歷史上有一個叫Steve Jack 你知道Steve Jack,他第一次是做IMAC,是做PC 可是你看看,他就被賣掉全部,他就走了 一是有什麼的,你不要幻想一個產品可以賣30年 Steve Jack,如果不是因為iPhone,他會在歷史流明 他會被忘掉 所以他一開始做IMAC,做PC 我記得我在美國做1990年,那時候最流行的IMAC是PC 後來Steve Jack被趕出蘋果 後來他搞一個iPhone回來就這樣不行 所以一個大的概念 一家公司如果要給國文酒 若是因為他的同一個產品賣很久 因為他的內容改變 所以要跟大家講 失敗是常態 失敗是常態 成功反而是例外 每次成功之後,你也不要幻想他會永遠成功下去 一段時間他就會下降 那時候你還有新的產品進去做 所以 創新來自台風雨的出爐 這個是這樣 這個是噴霧 你知道 以前沒有噴霧大橋 噴霧大橋一做下去最大的影響是成為的 這個地區叫西雨 以前那個地區 人口有一萬元 公司大橋坐下人口降到四千 因為全部跑到台風去 跑到馬空去 跑到馬空去 同樣的 以前公司人口還很多 我還空壁力發達 公司人全部跑到台風去 其中一個就是陳佩琪 我發現我沒有兩架可以回去 但兩架都辦不到台風去 那不斷發來 全家都辦不到台風去 你知道 不然我跟他結婚以後 你知道 我發現我沒有兩架可以回去 但兩架都辦不到台風 那你咱連出我都沒有什麼 我沒兩架 全家都辦不到台風 所以同樣的 你知道 台灣也有磁吸硝煙 這個就是磁吸硝煙 所以 剛才講 交通業電力 你知道 這個從西雨跑到馬空 從吞吳跑到台灣 從台灣跑到大陸 這告訴人要磁吸硝煙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跟大陸有問題 如果台灣不過進步 那定文都一難為 那個磁吸硝煙被把它幹掉 那代表為什麼說 奇怪 那為什麼日本跟韓國不把大陸的磁吸硝煙 因為我們跟大陸同文同眾 語言溝通沒有佔 所以那個磁吸硝煙會更厲害 所以這樣 這也是 為什麼我們每次講 創新是台灣唯一的出路 因為一旦我們也沒有出過的創新 你知道 磁吸硝煙就把我們洗掉 我們就垮掉 所以跟大家講 創新是台灣唯一的出路 如果創新的出路夠快 If we cannot keep we will disappear 那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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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 願景是這樣 其實我們在講願景的時候很簡單 就疑區永續 就不要打高 疑區就是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人民的小時候政府的大師 坦白講 當你的部下還跟你抱怨廁所高的時候 請不要跟他討論三民主義 統一中共 因為他是關心他不能上廁所 所以老闆先開始 最關心的就是 他家門前的水波痛不痛不 他家門前的馬路 屏不屏不屏 所以人民的小事還是政府的大師 另外有永續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還是 正能這種綠能、環保、節能、簡單 坦白講 要把台灣當作紅 不是紅鐵 所以每次講說 我們要施改物體 我們要留下了什麼 在台北下一代 我真的覺得 我跟其他台灣的政治人物 有很大不利 要留在這個地方 我為什麼很注重財政紀律 我絕對不再有此尊 我們最愛可以解決物體 最愛解決 我要把那問題留到下一代 就是這種信念 所以這樣 永續這個概念 就是說 你不要把下一代就放吃掉 再來 這個很有趣 核心價值 這個我要去當市長 說 我們到台北市的公務員 有四樣核心價值 政治誠信 開放共享 創新卓業 團隊合作 然後呢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九字的要剩四字的 要送到那個 文山區 一個叫公務員訓練中心 然後就收訓 每次收訓完的時候 我都出這件事情 我說 你做一個台北市的公務員 我四樣核心價值 政治成績 開放共享 創新作為團隊合作 只能跳一個 你就哪一個最重要 等到 後面 因為我們每半年一批 所以我那時候出了 人家選舉 最後一批 沒有做 我在四年當中 我都做了一二三 我做了五次 因為我第一年還沒開出 還做五次 你看看投票結果 一開始所有公務員都選團隊合作 我都每天一直罵一直罵 我說不行 團隊合作不是重要 政治政治誠信才是最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知道 沒有政治誠信的團隊 有時候我叫做公關結果 這就是我在台北市都能看到的 為什麼 這個要管 社子島 社子島 警戒48 這就是沒有政治誠信 後來社子島 我去那個內政讀音建署 去開那個讀事計畫會 我說社子島會也要取決 我說政府說社子島 真的要進建48年 我說社子島說真的進建48年 現在社子島上面只有野生動物 沒有人類 可是明明就住了一萬多人 真的也說瞎話 我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我一直很想改變 我希望有一天你知道 我如果去看台北市長 有一天發展 公務員選政治誠信 要超過80% 我不是選團隊 你看一開始都選團隊合作 58個成本 當所有的公務員隊 團隊合作 比政治誠信重要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問題 所以我搭到別段 有1678歷反阻力工具使用管制的房子 內湖期還有470多戶 超過2000戶的那個房子 違反阻力工具使用管制的房子 如果只有一戶一定是老百戶的房子 那如果兩戶 到底是誰不對 他從外甥重視 所以 所以 所以齁 你知道台北市最大的違建戶是誰嗎 答案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有390都沒有實用 製造的建築物 公家機關 我那時候嚇一跳 我問他這個青年多久 他跟我講說差不多50年了 我說啊50年怎麼都沒去處理 我說我每天在跟他拆違建 我們是台北市最大的違建物 我每天去跟他拆違建 結果台北市政府違建有390多 沒有實用實造的有390多 所以齁 有時候我們要很誠實的講 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式的國家 所以說我們要很誠實的問題 對 我們法律定在這樣也沒有辦法遵從 我們這邊其實貪污案很少 有一次就是那個仲山一 那個仲山一 那個仲山洪局一個派出所 集體所謂 恐怕你什麼都奇怪怎麼會這樣 後來才知道為什麼 我們台北市政府一條路都聊到一個地區 那個地區 那裡面開大會酒吧 那違反土地分居使用管制 可是它也不是存在一點 它存在很久的 所以有一個揮法的地方 那個開酒吧什麼 違反土地分居使用管制 可是它也存在幾十年 可抓可不抓 難怪警察會是集體搜索 所以我們要是這樣子 我們要創造一個環境就是說 法律是給人民遵守 不是給人民遵守 所以 所以 沒有政治誠信的團隊合作 假設共犯結果 所以這樣 我還可以講多久 時間到 還有七分鐘 所以這樣 其實慢慢的我認為是這樣 我常常希望說 我是一個文化的傳道者 而不是政治的領導者 因為 因為 把這種死命、月情、價值 這種所謂 很形式上的東西 類似企業文化 如果灌輸到美國公務員的腦袋裡面 所以我還要開始 重新讓台灣人民 相信他們本來用一改相信的東西 所以政治誠信 是最重要的求情價值 沒有政治誠信的團隊合作 求一個共犯結果 不過這樣 我叫士大英精神 你的 士大英 很成功 我跟大家 真正的士大英精神就是這個 沒有人不跌倒 所以 跌倒人 再站起來就好 我還是勇敢的衝到重點 我跟大家講 這很重要 你 成功從來都是最困難的事 失敗 因為失敗 你這個可以再爬起來 我那天 其實我跌倒的時候 你知道 其實我都不斷掉 因為我後來很痛 我後來好好 一個、兩個禮拜沒辦法 很勝 我說我跌倒人 躺在老頓 一大黑記者在旁邊 無奈在哪 你跟紅的鑰匙 你要去瞭解人家 不然 然後假裝很輕鬆 說我到看見不錯 那我跟大家在講 士大英的成功 你知道嗎 什麼叫士大英精神 士大英精神 士大英精神的背包再爬起來 但是 這個要跟大家講 你不跌倒 你不跌倒 我遇到 做這個義務人 他說他賺了兩百萬 我跌倒一張 他馬上在網購 你知道嗎 在網路上那個人得到美女 所以各位同學 這個賺錢要快 我一跌倒他馬上在網路 就開始賣這個聖山 然後就賣兩百萬就跑 不過是 常常會有人 我每次說 總是會有人批評 你知道嗎 嘖 你看 這個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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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這樣 因為我們 人家真的好 辦個士大英 每天都是罵你的 鼓勵人很少 我們本來辦人家聯話 還想說 不要花錢 要請各公廟人贊助 結果 第一個馬上就 一邊台湖大西隊 一邊那個 泰國同學隊 一邊那個 插飛啊 你知道嗎 我們要當一個摩托 他馬上再插飛 然後 各公廟贊助 然後 然後我那個沒理做 我跟你講 就是這樣 成功 沒有 失敗 這個 就是這樣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辦失敗之前 真的是 還沒開始 每天都 就是每天跟你場摔 跟你罵 然後辦 我們辦那個 辦那個 前一個禮拜 以前到前一個禮拜 八月十九號開幕 那個八月十二號的 那家連法大遊行 我還看到 他的報紙都說 我們在看殯葬過來 零測大遊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國際大陸在提供大遊行 最重要不要追加運算 台灣的工程學校 你知道 工程做完 時間到沒有蓋 蓋完的運收沒有夠 不然就追加運算 世大運 所有的工程 全部存資完工 全部通過那個認證 而且沒有追加運算 世大運 每天有五百輛巴士 要載一萬兩千名選手 到七十個場館 沒有拖棒 台北市有交通主在 然後 然後 一萬兩千名選手 在選手村吃了半個月 沒有倒塞 那個十萬樣子 然後 一萬三千名之風 要呼呼到七十個場館 那個排班 都會準時上空 我要講什麼 你知道 其實就是這句話 不要宣布別人成功 因為常常你付不起那個代價 世大運 那個Mindstorm 你知道 我們知道 幾月幾下 什麼要完成 我們有那個很大的Excel表 Event 全部都累起來 幾月幾下要做到什麼 大家每天賺 那 跟大家講 這個時候 因為在場各位都很多年輕朋友 因為在這個所謂Internet 在我們網路時代 你們都放棄一件事情 成功是需要代價 成功是需要吃苦美好 絕對不要相信 有那個不小心大破全政府 我跟大家講 只有不小心全最多 所有的成功都在我們吃苦美好 絕對不要相信那個 各位 我們有說什麼西區門路計畫 西區門路計畫也是一樣 你們現在說北門太好 北門很漂亮 北門是一二三 我們可以這樣掉下來 我跟你講北門 要拆掉那個 中校西路公車傳統道 要拆掉中校橋引道 你知道我們拆那個中校橋引道 那個高家橋 六天 陰期遠期是六個月 我自己就開口好幾次 第一天要拆到哪 我們要做那個模型 然後就是第一階段 怎麼拆照片 然後我們要拆 這樣到底高家橋可不可以 所以拆那個中校橋那個高家橋 六天 陰期遠期是六個月 就是在那個紙上出來發了六個月 所以絕對不要相信那個什麼 我們不小心打破全身 所以北門要出現 你知道 中校區路公車傳統道要拆掉 中校橋引道也要拆掉 國光客人要拆掉 山景倉庫要拆掉 拆掉以後 那個路線要整個重組 統整完那個北門的公園要整個重組 所以你以為北門是以後三天上跳下來 我跟你講這每一個都列管 那一個一個就定 那其他就多好感覺就要做好 所以絕對不要相信 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不小心打破全身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赤骨那老也是很重要 不管你多聰明 考試成績要好還是要讀書 所以他每次我們小時候連小學的時候 都有同學跟我說什麼,大家沒有讀書成績都很好 那倒是game 絕對是game 所以不管是從西區門戶計劃 我們現在開始在做東區門戶計劃 這也是一樣,那全部都列管 我跟妳講,我們當市長到現在四個都列管 市長是直接列管 我市長出來的時候,最後開始九千三百多件 就是列管,然後幾月幾下什麼時候要完成 然後到市長出來報告進度 讓我們說解列才解列,九千多件 所以都要相信那個什麼 每年鬼混可以上課門,還可以是 我後來發現 1993年我去美國名義書大大學的時候 我就發現,最慢來上班是那個黑人掃地的那個 那個白人的教授都很照來 我以前都覺得說我們在台灣當外科很低 我去名義書大大學的時候 明義書大大學,我經常說外科是Money meeting是六點 我不想看外科有沒有改變 六點Money meeting,四點起床 因為他開車道館就是還有一個小時 我們是六點Money meeting 所以我要相信,我跟你講如果美國人後市長做的話 他的太空船會在1969年 就已經飛到月亮,月球 我跟你講他是很拚的 所以絕對不要相信尾峰可以成功 我們現在這個東區門戶計畫 我們西區門戶計畫畫了差不多三年才完成 現在開始做東區門戶計畫也是一樣每一條的類關 定期要報告進度,一開口去頂 這樣才做得完 所以跟大家講,還是要出國耐勞 還是要出國耐勞 絕對不要相信,鬼魂可以成功的 沒有那一回事 其實是在電腦的時代,網路的時代還是一樣 好,謝謝各位 OK OK 是要不要相信 那你今天朋友給我嗎?我第二個人 有問題的起訴 有問題的起訴 有問題的起訴嗎? 最方便在哪 欸,你怎麼會吃飯嗎? 我可以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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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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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特斯拉 您好,我剛剛聽完你的講座之後 您提到台北是重要的一個價值 是創新,以及人才 那在座我們畢竟在國頌都是非常 就是,不是一定是一個學術的重鎮 那我想有許多的朋友在這邊 也是非常想要 能夠在未來畢業的時候能夠回到臺北市繼續自己的治療 可是在目前臺北市 譬如說整個臺灣並沒有這麼樣的環境 畢竟我們遇到輕民的低型人才出口的狀況 其實是相較某些我們期待的狀況是比較嚴重 那市長您認為就是 臺北市或是您四個人有對象 如果有什麼方法我們可以能夠改善這個情況 讓我們能夠回到臺北 回到臺北市工作了 謝謝 老實講 其實我們在 我跟你講 其實我當市長有時候也覺得很無奈 其實這樣 有一開始我們說我們公務局有很多的處 一開始我還是為了這個我去考試又去兩次 我說這樣好了 我說每次公務局那個組織變制要改變 要進議會 可是我跟你講議會要去變一個組織的變 那個組織的加工 我抬困 後來我去跟那個考試又說這樣好了 你那個幾值等我們就固定 那如果可以領首長加級我們也固定 都只是會固定 但是那個組織的變革 不用每次都要去報議會 就是說讓那個增加彈性 為了這個我去考試又去兩次還是沒有成功 坦白講 現在我們在台灣一個很大的問題 政府的制度太強化 什麼都綁住 所以我也是認為說 其實現在在台灣只要做到政府不干擾民間企業 就會覺得阿彌陀佛 所以你的問題的確我們也想過很久 那的確是個問題 我們一直沒有一個很 flexible 的一個 system 讓外面的人才可以進來 其實我有 我只能說 I do what I can do 就是說 我自己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我每次都喊選 我就 在網路上去證選新任 所以我們的團隊 永遠都有 每次都有那個外面 從來都沒有搞過政治進來的人才 但是 相對整個八萬人的家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做到很 open 我自己的機要 因為透過選舉的程序 讓一些外面的人竟然能做到這樣 所以我剛剛很誠實的跟你講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確很多 很多制度上的漲化 所以我在那個 在那個DC的時候 那BCC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台灣 我們對反總統 有太不切時機的期望 我們都以為 對社會不滿 換個總統就變好不會 其實我們還在大陸的制度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 你講的的確是問題 就是 年輕人投銷我們 沒錯 大家會 This is the situation 不過是這樣 我們還是儘量 所以我在台北的時候 做幾個改變 我們有幾個委員會 青年委員會 青年委員會 跟公民委員會 我們就在網路上給大家報名 就是說 年輕人還有那個 一般的市民 就是說你可以來參與公共事務 你不用去選議員 你要去報名 那我們有一個 給大家報名 它有一個平溫的機制 screen的機制 我們用零選的 每次都 每年都會換一些給公民來參加 所以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公民 就是說 在謝田的制度下 我儘量去做 但是我要坦白的講 我們目前的制度 不是很開放 不是很開放 好再等著就要準備好 安美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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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比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柯市長在米堂生活那麼忙碌之下 要怎麼保持身體健康 哈哈哈哈 這樣的話 那就是 繼續往往做的做 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想問一下 跟這次主題 可能比較相關 但是 談論上可能沒有提到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年輕人在未來就業的時候 我覺得這份工作不太 適合他的話 是柯市長會建議說他坐久一點去 習慣他或看有沒有什麼出路 或者是說 應該趕快換一下工作 這樣子 謝謝 這兩條一條是這樣 身體好不好 我告訴大家 歷史不靈還是很重要 第一點是這樣 你沒有來選擇父母 所以高血壓糖尿病 其實如果你的父母沒有高血壓沒有糖尿病 你很難會高血壓糖尿病 所以這樣 所以要孝順父母 他活得越久你就活得越久 我意思是說你的P&A是你的父母決定 所以 P&A是已經決定了 剩下什麼 才是生活要 怎麼講 就是這樣 常常是這樣 什麼是好的 什麼都知道 你就做不到 不要熬夜 不要吃得太胖 不要吃太甜 你中要控制好 沒錯 要有時間運動 就是 就是你要過一個K2C Life 健康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 他如果過去二三十年 二十年 他每隔一年半 一年一年半 再換工作 你知道 有什麼理由他到你這裡會做很久 所以是這樣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 做不好 通常你換個工作還是做不好 那當然是這樣 這也是 但是也不是說真的這樣 所以我剛才講 我沒有很固點很大 我跟你講 我還沒離開台大院之前 其實我的履歷表只有三行 你知道 台大院外科的住院醫師 台大院外科的主治醫師 當第三行 台北市長 可是 可是我在當台大外科醫生的時候 我就很outstanding 就很outstanding 工廠 你這個工作做不好 我坦白跟你講 你換個工作你還是做不好 所以是這樣 但是也不是說 一層不變 一次兩次可以 但是 常常換工作是不一樣 一次兩次這樣可以 但是 所以我們也是講說 政府都不能犯錯 當然也可以 但是不可以一層再說 所以能不能犯工作 當然可以 但是不能一換再換 你這一次做不好 你換個通常還是做不好 所以 所以還是 所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把它做到best的 達人如何 像日本的達人如何 你把它做到好 其實學問都相通的 所以說 你就把那個給自己 該做的把它做好就好 可以換工作 但是不要換太多次 如果探太多次 一定是你有問題 好 我們問他一邊第一個 好不好 那12萬 市長你好 您剛剛有提到說 失敗是窮態 那您有沒有碰過什麼 失敗的例子 或失敗經驗 你每天都失敗 沒有 什麼失敗的經驗裡面學習的 我跟大家講 我們 我當外科醫生 我覺得我們外科醫生 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跟大家講 臉面抗衡 外科醫生 你知道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每個月 我們有開個家臉面抗衡 摩病的體面的摩他人 抗衡 摩病的比較病化症 摩他人的死亡 你當外科醫生 把病人開到死掉 你知道 哇這實在是不簡單 為什麼 你知道 因為通常我們 我們如果開會死掉 我不會去跟他開 所以就是你的家境 可能有 有什麼傷心動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面對面抗衡很重要 你不解決問題 問題會解決你 所以每一次的失敗 不要說每次 我每天還是有這個文化 我每天回家 睡覺前 我還是會打坐 會想一下我今天就做錯了 你有沒有常常有這個習慣 常常 你們有沒有那個習慣 就是說 如果你們變Tune Member 不管做什麼project 做什麼 你們那個文化說 你們做起來是檢討 為什麼失敗 我跟大家講 像2018的選舉 我們開那個說 這次選舉 我換幾個錯誤 那個 那個議題我們開了好幾次 而且跟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議題都開過 這是個文化 環境跟檢討是個文化 所以是這樣 在成功當中 你不太能夠知道 反正不容易進步 因為你成功 你不曉得你哪裡做錯 可是你搞搞雜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這個做不對 這個做不對 所以跟大家講 每一次的失敗 如果你不要把他那麼肯勝 你也把他當作說 East end event 一定越來 就是生命當過程當中 發生的事件 如果失敗的話 自己會想一想說 如果重來一遍 我該怎麼改 他如果 最影響是 如果你的區域有這個文化 我們都會檢討說 為什麼我們犯錯 所以 其實我們在這個 我們自己的團隊裡面 我們常常也會讀這個文化 也是 所以我在談的是 市政裡面 我的目標 我們有一個叫decoding team 什麼意思 我們那個目標有七個 我們的排班 禮拜一到禮拜七 每個人錄著一天 那一天 所有的媒體在罵我們的 什麼議員在開機子會罵我們 我們都已經把他做監導 為什麼這個報紙在罵我們 這個到底他是 reasonable 人家批評我們是對的還是錯的 如果說我們就有道理 我們每個禮拜 我們每一天有一個人會 固責一天 那每個禮拜二的時候 那個 其實是他的菜品在主持 我們有一個meeting 叫decoding meeting 這個禮拜時候 議會的媒體 什麼社會上 PTT在罵我們的 每人一天 固責一天 然後每個人就把他的 寫的叫decoding 就是說 如果他 如果他不意的 就不意的 如果他有意的 那他罵我們這個 到底他的意義是什麼 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他那時候每一個問題在 在decoding說 如果我們確定他是問題的話 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 對我來講 台北市政 你知道 我從來都 不會去 我不會說很討厭 議員罵我們 或是媒體罵 因為每一名 你越罵我們 我們就一直改進來 所以有一句話 那你才講 玩殺不是我的 必使我更強大 所以要有這個文化 反省改進 不要怕人家批評 你看看 我們還 為了這個 我把它組織化 系統化 就是 為了這個 我們還有幕僚 有七個人排單 每人固責一天 要把那一天 所有發生 媒體上出現的 做記錄 把它做體驗 你對他有意義也沒意義 那每個禮拜 還開始meeting 確認說 他們是不是真的是問題 如果是 是問題 那就開始要說 那解決這個問題 要做哪些 深入選 要被深入選 那他開始再被管 追蹤去改進 所以這樣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當年葉赫摩成功的理解 我在台大院 葉赫摩做過一千七百年 每一例都有檢討報告 不管死的活的都有檢討報告 而且都是我親自改的 我們那時候也是有Technician 有那個ICU 那個ECOMO Team 每個人固責一個CAN 照排班 每個人固責一個CAN 那結束的時候 一定要寫那個Review Report 那每個禮拜一 下午晚上五點 沒有禮拜一晚上五點 有一個叫ECOMO Review Meeting 上個禮拜說出院 不管死的活的 你發現他的長度要改進 所以一千七百例的ECOMO Patients 每一個病人都有Review Report 而且是我親自改 那些東西現在還放在台大院的倉庫裡面 一千七百例 每一例都有 所以我跟你講 環險改進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這樣 有時候你進入一個很不熟悉的環境 每天環險改進 讓你可以 這是讓你進步一個很快的網 你很快就可以達到一定的水準 你不要 我2014年打選戰的時候 我也在辦那個檢討會 結果那個幕僚都在想 他說 你檢討完這個選舉 只有幾個月 你檢討完 而且我讓他堅持下去 SOP 他們都不信誰 他說這個選舉沒有人 他還有SOP 我說不行 就得造SOP SOP SOP 為什麼要講 既然被拼得很快 你今天發生的事 未來兩三天空中出現 所以說你不要以為 他只有一次 沒有 你又會被拼 所以你會遇到的問題 常常是在被拼 所以說這叫80-28 什麼意思 80%用SOP 對付他 剩下的20% 所以是這樣 用20%的力氣 對付80%的輪體 然後用80%的力氣 對付20%的 not routine non routine non routine 但是你平常如果沒有 做那個 環境的公布 你知道嗎 every case 就有一個case 但是你有做環境的公布 的時候 你就把80%的case 變成loutine case 這時候你只要集中權力 去對付那20% 就好 但是你沒有做review的工作 其實review的目的 是為了選SOP 我們每次禮遇完 你選SOP 下一次遇到之後 你就照理SOP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可以save time save end 遇到錯誤 這個再修一下 所以通常一個SOP 修三次 你知道嗎 差不多就可以應付80% 所以就很輕鬆去 因為你會很輕鬆去對付他 如果你沒有做環境改進 every case is a new case 你就每次都很痛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跟大家講 這也是個秘密 柯文哲最可怕的理由是他會進化 他會進化 這是最可怕的理由 所以你們回去想看 你們有沒有那種 進步的能力 這是秘密 自由進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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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改進 自由進化的能力 這是最可怕的理由 好啦 我們要回台灣了 那接下來就讓同學們 跟市長一起合照 因為人數蠻多的 所以從右邊 一區一區一區 請幫我們分享 訂閱 按鈴鐺 打點名嘴 我們下次見 OK